- 盧學瑞近日上節目分享到 自己之前到東京找有人 當時在台灣也有一個朋友 很想到日本遊玩 但因為對方正在待產的階段 沒辦法出國 自己就享受去到東京的時候 再順便拍幾張照片傳給對方 讓他過過癮 後來自己到名古屋 又很幸運的上和獎春 對此盧學瑞也直呼真的超級美的 自己也認為要大拍照 於是他就狂拍猛拍 並一直瘋狂傳給待產的友人 後來對方就把我們自己全面封鎖 一直到盧學瑞回到台灣 與朋友們聚會時剛好遇到對方 那時候他已經生完小孩了 並一臉超不爽的看著盧學瑞 所以又生氣表示去和獎春就算了 還一直狂拍照給我看 我怎麼會過得開心 對此盧學瑞則回覆說道 好啦我不會再傳了 一番話讓對方怒喊 你都回來台灣了 當然不會再傳了啦 此時盧學瑞仍繼續炫耀說到 但其實我還有去其他地方 你要不要看 那像現場眾人紛紛直呼 你真的好煩喔